嘩,什麼唐稅譜訂閱人數急速賣向10元 這個這麼開心的日子,我們正式招收會員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作為會員,當然有不同的權益 也有專屬你們的影片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還有很多很多的 怎樣入會呢? 接下來的步驟,慢慢看就知道了 歡迎各位收看唐水報,今天又跟大家說鼓 今天這個鼓是舊東西,舊東西就是舊藥聖經 自從上一次講完聖經,出埃及記十災 分龍海在科學化的論據上站住腳 引起很多觀眾的很大的迴響 紛紛都留言,希望我多說一些聖經故事 今天跟大家說一個我很喜歡的聖經的一個卷章 就是以斯貼記 以斯貼記在舊藥裏面,是其中一段 就是猶太人被老,被老套了 去了巴比倫地作為神文,在那裏做熟文 以斯貼記就發生在那個時間 以斯貼,顧名思義,張子用這個女子的名字 這個即是Esther,英文我們經常叫Esther 就是以斯貼,其實不是猶太名,這個是波斯名 解釋就是猩猩的意思 就是這個女子以斯貼 在這個故事有很多人物 你只要記住四個人就可以了 第一個一定是以斯貼 第二個她的恩人,也是她的養父 就是墨底崖 然後皇室裏面有兩個人要記住 第一個就是皇帝 阿哈徐老王 然後就是一個蠶臣 叫做哈曼 是這四個人,你記住就可以了 話說皇后有一天 當然這個皇后,我不提她的名字 就是不聽皇帝之笛 她不肯聽皇帝之笛 露個臉給神民看看 大家看看皇后紀念,她很猛 很奇怪,違抗指令 皇帝阿哈徐老很生氣 於是就要扁了她 怎樣找一個人頂皇后的位置才行 於是就要選壽 一聽到這個消息 剛才有一個沒底改 其實猶太人被人跟隨祖先 被人擄去巴比倫地 即波斯的地區 她就說,我有一個侄女 因為那個不是她的女兒 就是以絲貼 以絲貼只有一個天賦 三個字都說了 就是很漂亮 於是她就把以絲貼 不如我佔你進去 選壽,你這麼厲害應該可以 不知為何進入宮 服侍的太監 招呼這女孩 要用一年的時間 讓他們潔淨身體 很誇張 那時候 每個太監都覺得很漂亮 而且人品很好 好得到所有人的歡心 贏了先,贏了人員 不用說了 全身香噴噴 浸了一整年 然後樣子又漂亮 皇帝一見到 哇,馬上升星眼 是這個 Bingo 做了皇后 好耶 故事是否這麼遠 不是 你不要忘記 和皇帝生活得很好之餘 後面有個蠶神 叫做哈曼 有一天這個哈曼 用了很多蠶言 進入皇帝 得到皇帝的信任 皇帝就下令 全國的人 都可以向哈曼下跪 哈曼很開心 一人知哈曼人知上 誰不知有一個人不聽他的意思 那個叫末底改 很硬頸 末底改見到哈曼 是不跪 哈曼說,你為何不跪我 我不會跪你 所有人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不跪他會死 哈曼懷恨在心 於是就跟皇帝說 住在我們很多地方 我們的版圖很廣闊 我們住在那麼多地方 有一個民族 他沒有說什麼民族 特地不說 有一個民族的人很奇怪 他們守的律藝 甚至乎他們的格 跟我們很不同 我就提議 不如剪除了這個民族 有時做皇帝的事 他不問那麼多 照辦 除了戒指 其實有一個印 你拿著這個戒指吸引 將所有不同語言去管轄 很多不同的省份 有不同的地區 印度也有 在他的管轄底下 吸引 分發給所有人 在抽籤 那時候 波斯有個習俗 叫做抽籤 抽籤 文字叫做普尼 普尼 叫做抽籤 記住這件事先 一抽到十二月年尾 即是 分發給民告 給各省各縣 十二月 將你提到民族的人 剪除 哈曼說 你還不死 這次那群猶太人 還不含包散 於是繼續去 以斯鐵已經成為皇后 當時所有猶太人 聚居在波斯街上 叫做舒山城 所有人聽到 晴天霹靂 屍心烈肺 在哭 死了 還有不夠一年時間 我們全部都要死 不論男女老少都要死 抵改就說 喂 以斯鐵 你是不是要做些事 你是皇后 以斯鐵說 我可以做些甚麼 作為一個女子 其實你知不知 已經有一個月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阿哈徐老王 是沒有召見過我 沒有見過我 在那時候的法例來說 如果皇帝不准他 吳帝一支金的手像出來 讓你摸一摸 而且他沒有宣召 你是不可以攻見他的 誰進去 死誰 這是法例來的 那末底改就跟阿伊斯鐵說 你以為 你以為你這樣 不去幫你的族民 他們就一定會受這個災厄嗎 他們一定不會的 你不幫他在別處 會得到拯救的 他就說了這一句 他就說了這一句 還有他就說 你認為你今天做為一個皇后 不是一早安排好的嗎 你一早做這個皇后 其實就是要你做這件事 你今天之所以為皇后 是因為要你做這件事 換句話說 你是被安排的 有個意思是這樣說的 以斯鐵聽到之後 他就說 既然是這樣 好吧 你叫所有的族人 和我禁食不食食 三日三夜 我的宮女也會和我一起做 然後我就入宮見皇帝 要死就死吧 他真的這樣說這句話 於是他就 他真的不敢入宮 他就站在宮前面 對正皇座 沒有入宮 對正他而已 兩邊走來走去 皇帝看到遮羊 他就說是絲貼 整個月沒見他 他說你進來 叫他進來 帝之像給他摸一摸 沒事 就是拿了個Pass 入了關 入了關就說 我的皇后 你真是很靚 皇帝就暈了 一看到他就暈了 就算你想要些甚麼 走來走去兩頭騰 你都是想要東西 要LV 還是要甚麼 你就算要我的國家的一半 我都可以給你 真是想到很重要 以前怎說 我皇如果你真的這麼寵愛我 你喜歡的話 我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放一個延植 皇帝很喜歡放延植 他說對 不過我要請哈曼一起 皇帝說可以 明天放一個延植 叫哈曼來 反過來 人們傳了一句 叫哈曼說 以絲帖皇后 要請你進入宮 放延植 哈曼當然開心 不單止皇帝 鋸我 皇后也要 子高氣 但他同時想到一件事 怎樣搞這個 末底改號 雖然我已經申請了皇令 十二月就要拘捕所有猶太人 末底改口氣 我下不了 接著 哈曼的老婆 卸計 做個五象膏很高 一個木架掛 老闆上去 整個掛上去 掛的意思是 插穿他要死 那些木架 是尖的 要他拆穿 那些木架 不是釘十字架的那種木架 就好 整定 整定 放在我家的喉与那裏 整定 是時候 老闆回來掛他上去 接著 這人 就準備第二天 進宮去見皇帝 那晚 阿哈曼老王就睡不到 睡不到 突然間就睡不到 那晚記錄了 很有趣 睡不到 就說 找兩個太監 不要說那麼多事 哈哈哈哈 說個故事來聽聽聽 說一些歷史給我聽 那太監說 最近的歷史 我們翻查一下 最近的歷史 最近的歷史 就是有另外有兩個太監 就密謀想謀殺皇上 暗殺 於是 被末底改 就知道了這件消息 通知了皇后 皇后又通知了皇上你 皇上你就居住了那兩個太監 是這樣的事情 完了 按回了一本書 然後阿哈曼老王就說 又有這樣的事嗎 我忘記了 這個人真是很無記性 想想 是呀 原來 末底改是做過這件這樣的事 他是收到封有兩個太監 想暗殺我 通風報信 給皇后知道 皇后告訴我 我才不用死 哎呀 真的有這樣的事 喂 我有沒有想過末底改 我看回末封 沒有 你多謝都沒有一句 我還是人來的 那不行 我要 我要想過末底改 就要說這件事 說一說的時候 他就看到後院那裏 有一個人在那裏 喂 我還沒睡 哪一個人在那裏 他就說 哈曼 哈曼 對了 叫他進來 哈曼無緣無故進來做甚麼 他又想 獻計 他做了一個木架 他想漏夜告訴皇帝 就是說 那個死人沒帝 是壞人 不如早早著 他想用這條條 怎料哈曼 看到哈勒老王 把他進來 他就說 很開心 又進去 又可以立刻做 一來到的時候 哈勒老王就問哈曼 你認為如果有一個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宗神 很尊貴的一個宗神 我應該怎樣對他 哈曼當然覺得 你不是吧 對著我講這種話 那個人就是講我 既然是這樣 皇帝是一個很喜愛的宗神 你應該將你平時穿的朝服 帶了御官的那匹漁馬 讓他騎上去 巡遊傳承 然後讓所有人向他歡呼 讓他知道這種尊貴的榮耀 皇帝說 好啊 這東西 照辦 哈曼以為是他 然後他說 皇帝就說 將末底改 穿上我平時穿很華麗的朝服 戴上一個漁官的漁馬 巡遊傳承 然後 哈曼以為何會是他 那條戲很不順利 你都要照做 你還要跟他拖著隻馬 一路走 沒辦法 你拖著隻馬 末底改 你最不妥的那個 就騎著隻馬 威威 巡遊傳承 回到我老婆身上 為甚麼會這樣 究竟 穆底改做了甚麼 可以得到皇帝的歡心 哈曼的老婆說 穆底改是猶太人 猶太人很厲害 不知為甚麼 即是你不夠他困的 早點搞定他好一點 都是要做這件事 第二天就要去 入宮裏面 就是要參加 以師帝為準備的成宴 成宴期間 大家喝宴 然後皇帝又說回一句 我的皇后你真的很漂亮 我很欣賞你 你想要些甚麼 你就算要我國家的一半 我都可以給你 以師帝說 我不會要你國家的一半 如果我皇 即是你 你歡喜的話 你順意的話 我求你幫我一個忙 因為 神接 我是一個猶太人 原來有人說要將我的民族 我所有的家人 全部都要剪除 那我就 很不開心 包括我都要死 然後皇帝說 怎麼搞的 連你都要死 誰做了這些事 下了這些紙 你告訴我 我告訴我 那個惡人就是哈曼 要做這些事 然後皇帝一醒 蛤 不是吧 你當時要我剪除民族 你沒有告訴我 原來就是猶太人 很生氣 拍桌 走出去 自己 繞著圈 離開了聖宴 然後哈曼害怕 很害怕 就挨著 王后你不要弄我 不要 皇帝很生氣 挨著桌 波斯地方 男女受受不親 更甚於中國 而且那個叫皇后的身份 然後 皇帝生氣後 兜如犬回來 看到 你這個死人 哈曼 剛剛我才生氣 你現在挖到我皇后的桌上 城河看通 立刻就找人扯 他找個頭 黑布蒙頭 扯著他 就不用說了 扯著 打身 然後大臣就說 應該怎麼辦呢 有個大人扯著 我看到哈曼的後院有個五丈高的木架 用來掛人 皇帝說不用想了 掛上去 就掛了他 掛了 哈曼掛了 仇敵沒有了 然後他有十個兒子 皇帝就說 這個惡人 我將他所有的家產一定不少 我全部給了以私貼你 你的主治 他的子女都任由你去處理 然後 剪除後患 末底改章 哈曼的十個兒子 全部都殺了 全部都殺了 哈曼的祖先是阿甲人 阿甲人一向同 以色列人是一個世仇 在聖經裡面記載 不為上帝所越納 所以一早要剪除他 來到這一代的時候 哈曼 想剪除 猶太人 以色列人 就是 猶太人 亦都是 借了這個機會 剪除 他的仇敵 亦都是將 所有的 新的文告 就是將12月要剪除猶太人 這個文告 取消 反為 還有人想在那時候 進行對猶太人的撒目 猶太人所有的家族 就進行了準備 就可以順理成章 合法地 反攻 而且擊殺他的仇敵 逃過了一劫 這個月 就是由 抽籤 普利 所以 到現在為止 猶太人都會慶祝 普利節 分為有兩日 兩個聖宴 效法 以色帖 在那時候 宴請親貧 互相的 愧贈禮物 接濟窮人 等等 到現在 仍然遵守 這件事 當然這個故事 到這裏 結束了 以色帖理論上 跟皇帝很開心 很幸福地過活 接著 末底改成為 一個 衛極權神 一個宰相 的位置 這件事 就這樣完結 在聖經裏面 記載了末底改 寫了這一段 歷史 雖然都不是 百分百肯定 這段以色帖 是否是末底改所寫 但裏面是這樣記載 末底改記載 這一段歷史 事是這樣完結 為何我要講這個故事出來 這一段以色帖記 一直 記載在舊約聖經裏面 但很多解經學家 很多歷史家 他們覺得 不應該放進聖經那裏 是不應該放進聖經那裏 為甚麼呢 由頭到尾 這個卷章是很短的 由頭到尾 由此至終 是沒有一次提過有 神的存在 聖經裏面 唯一一個卷章 是沒有提過有神的 裏面沒有說過 沒有提過要討告 要有神的 沒有說 所以很多人都質疑 為甚麼要放在聖經裏面 當然有它的道理 到現在雖然很多人 都質疑在爭拗 是否需要 將它剔除 但當然是沒有這個 實際的行動 到現在 我們翻開聖經 仍然可以看到 二意思貼記 雖然裏面 沒有一隻字 是說到有神 或者上帝 的存在 但是在 在所有事情的 祭遇上 都可以看到 神巧妙的安排 這個故事 是由一個聖宴開始的 就是阿哈徐老王 宴請所有的神文 來看他的皇宮 然後皇后不聽他知道 這是第一個聖宴 用另一個聖宴結束的 就是以斯帖 放了兩天的聖宴 邀請 阿哈徐老王和蠶神哈曼 因而 出聲獻祭 令整個民族得與保存 逃過一劫 這是一個 頭尾 呼應 最好看的就是 所有的民族 猶太人 要面臨一個滅絕性的災難 完全失去希望 但是由於 仍然有人保持信心 那個就是 末底改 他堅持 就算你以斯帖 你不幫我都好 你不幫你的民族都好 民族一定在別處得到拯救 這句就是信心 以斯帖最後都是入皇宮裏面 勸皇帝 用盛宴的計謀來勸說皇帝 民族得以拯救 最好看的就是 哈曼這個惡人 得到他的報應 而且 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報應 是整個家族 甚至是民族的報應 因為他這個民族 阿甲人這個民族 是不得到神的越納 在舊約聖經裏 我們看到很多 因果的循環 我們很喜歡看到 惡人有惡報 亦都更加要彰顯的就是 人 對神 那種信心 有人說 整篇文章都沒有說到有神 亦都沒有有神跡 整篇文章沒有神跡 你可以這樣說 沒有的 不像十界裏面 出埃及記 又降火柱 又說分紅海 沒有這些十災 完全沒有 完全是人為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處處你都見到神 巧妙的安排 以及在適當的時候 在恰當的時候 不早 亦都不遲 一定會有拯救 很多人會這樣說 你們都說了 基督徒 什麼都說是神的安排 你們都贏了 可以這樣說 的確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如果你真的有世穴聖經的話 由舊約 最初創世紀 去到新約 最後的 啟示錄 我覺得他都在說兩件事 就是 人類那種勃逆 對於神那種勃逆 但是第二件事 就是神 對人 那種不離不棄 我都在說這兩件事 由始至終 都在說這個循環 以斯貼記 亦都是一樣 最重要是 你有苦難 但是 只要有信心 是會得到拯救 你說這些是巧合嗎 著名科學家 愛因斯坦有句名言 他說 巧合 其實就是上帝匿名的方式 這是愛因斯坦說的 他有另一句名言 就是 你要人 消除偏見 我相信 比瓦解一火原子更加難 對於我們來說 信 我們以後都會信 恆久會信 有些人 不信 恆久都不信 今天就是和大家說 以斯貼記這個卷章 希望作為 對大家日常生活的一種鼓勵 希望我們抱著一個信心 我們不怕 住在一個沒有神的世界 我們最怕 是住在一個離棄了神的世界 多謝